香港人口老化是不增的事實 根據政府最新的人口推算 去到二十年之後 我們每三個人即將會有一個是長者 伴隨著護理的需求會不斷擴大 雙助院社的空缺率已經達到18% 護理員的平均年齡也是25歲 出現了以老護老的現象 面對以上的問題 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 而我們青年護理服務啟行 也是其中一個重點的措施 希望在短期內 可以招募到有志加入護理行業的青年人 去服務護理界 其實青年人加入護理學業是非常大的優勢 因為他們擁有的是活力 亦是靈活創新 而且他們在學習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都非常高 而東華三院青年護理服務啟行計劃 能夠為青年人提供一站式的專業培訓 以及清晰就業和升學階梯 在計劃期間 我們都會安排學員去到不同的安路 或是服康服務單位工作兩年 擔任護理員和保健員 希望可以透過這兩年時間 拿到一個寶貴的工作經驗 而完成計劃的學員 我們都會優先考慮 評審他們成為我們的同事 同時 東華三院也設有一個完善的就業階梯 包括設立一些全新的工作職位 例如全人照顧港市和綜合服康港市 而起床點也達到一萬六千至一萬七千元 我是Benny 我是第一屆青年護理服務啟行計劃的同學 當初因為對護理服務的行業有興趣 因而想投入這個護理行業去發展 就參加了護理青年啟行計劃 這個計劃當中 就是要一邊上班一邊讀書 關於困難方面 就是當初入行 對護理技巧都不太熟悉 以及都未接觸過一些護理工作 第一次最初嘗試 就是幫一些婆婆換片 一開始就不太習慣 後來就得到這個同事的幫助 他也有悉心指導我 一些相關的換片護理工作技巧 之後就開始慢慢反覆練習 多次換片的護理工作 就開始慢慢得心應手 就可以獨立地進行護理的程序 入行之前 就對安老的行業不太熟悉 覺得他們的工作環境 都會比較不乾淨 骯髒 頗為惡劣的情況 但入行之後 就發覺原來跟想像之中是很不同的 工作環境都是比較整齊 以及乾淨 做下去之後 就改變了我對安老院舍的一些誤解 如果有意加入青年護理服務啟行計劃的同學 有三方面可以注意的 第一就是要有耐性 因為你在院舍當中 要經常跟長者解釋清楚的護理程序 就可以順暢工作 第二就是要有冷靜的性格 因為你在院舍會時不時都發生一些突發的情況 如果你是一些急性子的同學 就必須要注意一下 第三就是要有熱誠 因為如果你加入護理的行業當中 並且視它為你的中心職業 你必須要投入你相對的熱誠在護理工作上 這樣你才可以做得開心 工作上也會積極工作